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去年竞选花莲县长失利后回国总统府任职 但现在被周刊踢爆跟人夫随护外遇 根据了解这名随护就是去年竞选期间的理性贴身随护 他的妻子发现两人亲密对话 一气之下就把古拉斯告上法院求偿百万 而古拉斯解释不清楚对方的婚姻状况 目前两个人没有联系 更火速请辞发言人职务或总统准辞 南方则是发出声明强调是太太要离婚却反复 没有让古拉斯之情才会酿成今日风波 去年九合一大选古拉斯以总统府发言人身份 竞选花莲县长蔡总统南下力挺 当时身边总是跟着这名帅气高大的随护 但如今却遭周刊爆料古拉斯和理性随护爆发不伦恋 镜头前合影甜蜜笑容洋溢脸上 没想到这名随护却是有妇之夫 守护国家的主权 6月17号花莲县信赖之友会成立 古拉斯陪同副总统赖清德出席 理性随护妻子就在台下拍照搜证 更掌握两人亲密对话截图 南方帮古拉斯取名代号叫圣母风 女方还说装备不够无法公顶 两人甚至计划生小孩用电影Lucy取名 古拉斯更因为NC来了心情不佳 说Lucy没了 古拉斯还会传照片带着南方围巾 大秀甜蜜 两人甚至到民宿约会 理性随护妻子突袭检查 还在房间内找到古拉斯的包包 与灰色鸭舌帽 总统怎么看古拉斯发言人 卷出婚外情风波 有关心吗 蔡总统低调没回应 但总统府发出声明证实古拉斯 请辞发言人蔡英文也火速准词 讨量到社会观感以及应到同意 以原调整为被主管之务 理性随护大选后规见 升任月媒所长也发出声明向女方致歉 说太太同意离婚却反复 状况没让对方执行 还说对古拉斯的想象仅止于对话 从未有过亲密行为 古拉斯也在脸书发文 说不知道对方婚姻真实状况 也从未语句 已经没有联系 两人说法吻合 只是原住民政坛明日执行 却因为牵扯地下恋情 暗然下台 接着我们讲肖瑞生 曾经夜 台北花脸 众和波达